台南甘马嘎局寺举办婆娃法会 希望能够自立立他 甘马嘎局寺于4月2日至4月4日 举办婆娃法会 是一种民养两立自立立他的法会 婆娃的意思是社事 社啊就是社见的社 是呢是意识 那么婆娃这个法门 是属于西藏藏传佛教密序之中的 一个非常特殊的法门 他只要具足信心与姻缘 可以在生前就遇惜婆娃 那也可以在面对无常的时候 得到上司或者是喇嘛的婆娃 所以婆娃他分为自立与利他 自立的婆娃成如我们这三天 短期的婆娃闭关 这就是属于自立的婆娃 那么婆娃他牵涉到气脉明典的观想 尤其是对樊穴 顶门范穴的专注 那么在黑嘎的这个身降 大家都看到轻仿 他仅仅尹是 以观想 在第三天之后啊 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受到 腾穴的肿胀 轻轻一碰触啊 就会有酸麻的感觉 那么在曾今 曾经过去 婆娃华会 为了增长参加者的信心 所以会用吉祥草来插入顶门 这是很special的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圆满开顶 对心性的清静具有极大的帮助 尤其是对佛法 修持婆娃法门 是行者主动设事入净土 婆娃修得好 面临无常 对于受身佛国就有十足的把握 十方新闻黄慧如邓正璞 台南采访报导